浑身上下一个点火开关都没有的打火机 你们见过没有 咱们先看视频 这是一款没有任何按钮 没有齿轮 还带有可视化油仓的打火机 它却有四种点火方式 第一种 瞧一下直接点 第二种 甩着点 这个是重力感应 第三种 轻轻吹口气 能点火 这个是气流感应 第四种就厉害了 说话也能着 点火 视频同款打火机买来了 到手花了我50块钱 咱们看看这个打火机 到底实不实用啊 它这个包装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个就是打火机的主体了 分量可以拿在手里沉点点的 可以看 它这个打火机的四周 确实是什么开关都没有啊 这个火机表面都是金属的 然后这个没有仓是透明的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油亮 然后这个盖子一打开 里面有一个小灯 外观确实挺漂亮 接下来咱们把油灌满 没油已经灌好了 接下来咱们看看它这个说明书 这个火机一共有四种点火方式 一种是声控说一说 还有气流吹一吹 重力摇一摇 敲机敲一敲 接下来咱们试一下声控 点火 没过去 确实点着了 哈喽 这也可以 接下来咱们再试着用气流吹口气啊 吹气也好使 下一个咱们摇一摇看看啊 摇一摇也够用啊 接下来咱们再敲一下啊 我去 这大火机够神奇的 点火 确实很灵敏的兄弟们 咋样兄弟们 就这么个火机动没动心 但是我怎么感觉它这个卖点有点不安全呢 比如说这个大火机咱们不小心掉到床上了 着火了 这个就很危险啊 或者说你不小心把这个大火机放到了容易燃烧的屋底旁边 咱们试一下啊 有声 它就着火 而且很灵敏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大火机不小心掉到地上会怎么样啊 你看 着火了啊 所以说兄弟们啊 这个大火机看着挺高级 但是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啊 所以说啊 这个大火机还是这种安全 其他的花里胡哨没啥用 这种安全隐患的东西 一种安全隐患的 和身分的 而且 一种安全隐患的